節奏 字幕-k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ABC 錄音時間是3月10日星期四的晚上9點 出街時是星期六 麻煩大家分享留言讚好 和訂閱港理台 正所謂有港理台 沒有人 我們又見個朋友 97.8幾 好像又比上個星期高一點 但比這個星期的中間位回落 比上個星期四 其實都是差不多 你看我這幅圖 五天的圖 頭尾都差不多 這個星期 制裁俄羅斯 但俄羅斯都有反擊的 反制裁 有很多新聞 大家都會看到 美匯指數星期三晚 跌下來幾多 跌成一 一足血腥 現在繼續跌 是否安全了 昨天油價跌了 大跌了 我們上星期都說了 這個商品派對 就結束了 浸了幾天 油價馬上去17% 中訂樂企 一個趨勢太明顯 太多人做 必定爆煲 你上個星期 今個星期馬上就應驗了 跌了沒有 當然覺得沒有 因為聯儲局還沒有加息 顯示不到它的威力 聯儲局加息再跌過 我們稍後會說這件事 美匯指數跌回 不知是因為這樣 但是我們看看油價 這麼精彩的 油價今個星期 就由原本的一一幾 去到一三零 中間 不過昨天 就是 對了十幾個percent 17 但是現在繼續升 這個故事會交代 會和大家交代 坐過山車 說實話跌17%是貝蘭特 這個是 中訂樂企 是金融智慧來的 不是你看錯事 是別人看你最爽 哎呀 我們又要提到我們邪派武功的重要心法 是哪個心法呢 散戶要理由 大戶要對手 沒錯 有什麼好過 所有對手都走去一邊 我彩池就夠大 有一個jackpot可以吃一次 是咯 你用你的聰明合理的頭腦點分析 都應該加油 就被人斬爆 這次昨天就斬爆 跌17%什麼都爆 所以 看市場 是有你的理由 但是 在金融市場的理由就是 弱者是被劏的 你們站在一起 劏你們的力量很大 你們不懂的 就像魚一樣 魚在一起 那些漁夫 你殺個網絡的機會大增 那些邏輯 就是這樣 這些 所以你分析不軌 都沒有用 你還在分析 烏康蘭打不打 加息 不加息 通脹 怎麼解釋 昨晚跌這麼多 我們再講 我要再講一句 你分析的是 在分析打 還是不打 不是在分析你那一隻東西 或者是在分析大戶 是不是要劏你 所以你應該要分析 大戶 是不是要劏你 就最直接了 是的 我們的邪派武功 很直接的 就是 沒有這麼多東西看的 你看我們講這麼久 都沒有什麼講數字 除了報價之外 沒有跟你講什麼線 什麼一二三 雙頂 什麼鬼都沒有講 但是呢 衰一下 不衰又中的 是不是呢 那要不要看圖呢 圖都不看 是不是 還有什麼招式呢 這個世界 好了 喏 在這個 兵空戰危 這麼混亂的時期 這個 十年債息都升了 奇怪 是呀 升了多少 又挨近二難 我們都講過 老美非常的不想 十年的債息 很長期的站在二以上 然後我觀察了這麼久 二點二多 都勉強可以接受一會 真的好不想的 其實他 搞了這麼多大龍鳳 都回到二 真是沒有運行 老美你 你的債券很受歡迎 沒有人要 那怎麼辦 沒有人要 哎 沒眼看了 看來 Bill Gates說的瘟疫 都快出來了 哎 沒眼看 他說 他說 你早兩個星期 我們找到一宗 花邊新聞 阿基哥就說 快出來了 他感覺到 不知道問米 還是觀星 還是觀星 還是問米 他感覺到有新的瘟疫 我又說 哎 真是作趣 這次不是新官 他說得明白 小問題 他說的新的電腦病毒 他不是 最壞 他在前幾個星期 那個茂尼克安全會議 說的 王毅也有參加 不知道關於他差事 他是一個公商人 別人的政府人員 我也不知道他什麼身份 總之他就去說 快要有瘟疫 真是沒眼看 他說也有機會中 最壞 是不是 我真是沒眼看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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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身體 除了財經ABC 都要看自己身體 一個節目 一個節目有幾樣東西 送給大家 是啊 有點祝福感 好了 這個Bitcoin 真是死了 這個Bitcoin 就是隨著股市大波動 其實他的樣子跟股市相似 上天股市升很多 90號 他升了幾千元 跟著之前的日子都是 不生不死 今天都跟著 跌下來了 今天又 今天那個 因為夜期一般 我們這個節目 星期四六 星期六日才播出 就讓了其他節目 就不會說 現在看著股市 和你現在沒有這樣的事情 有前瞻性的 星期四六 星期六日才聽 如果你覺得都沒有脫皮 那就已經中了一大折了 是不是 我見到星期很多人脫皮 有什麼人 今天有個煩坦 有很多人去到昨天 前天就說 死了 萬八見了 一撞低於一浪 喂 待會我們再說 為什麼會有個煩坦 起碼 甚至是天西 是啊 不死得住 劇本都不是這樣做 這樣說 學得A軍這樣說 但是S&P呢 就像我們這樣說 不死得住 雖然 合理就應該死了 但是呢 這個華爾街是有操作市場的能力 我們說過很多次的了 你那些分析什麼新聞都好 它都是可以把那個形勢 向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 所以股市呢 昨天出現了大反彈 為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就看下去了 總之就是這樣 那些金仔呢 我們上次開口中 我說有就跌回10人 今天跌回1,200元 是不是 耶 雖然是早了5天 是不是早了5天 現在10號是 15號16號聯儲局開會 月中就糟糕了 是不是 早了5天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都有全套解釋的 全套故事 但是如果你上個星期聽開 今天早中的了 你都會滿意 是不是 雖然差了5天 上個星期呢 我們都有提到中定末期啦 是啊 有原因的 因為那些油升得太狠了 其實升得太狠 那殺車殺一次 就殺不行了 其實那如果呢 港導友再說啦 那些金呢 都被人劏了成 今早算都劏了成一塊水 好像最高去到這個205幾 今早好像差不多去到2096 大概湯了成一塊水 已經 這樣啦 那有人不是很想見到那些金星 是不是 雖然合啦 我都說 你買金合情合理 打仗 美金又遲 好像沒有人 這些美金越來越用不到 是不是這樣說 你制裁別人 就是你自己也用不到 是不是這樣說 那些錢好像越來越不知怎样 百物又騰貴 債券50年債券 剛才看到了 1.9利息 大哥 通脹上個月告訴你7.5 以為你1.9來10年債會把鬼嗎 一個月 這些稅薪數據都7.5 油價還升爆廠 是不是 這樣的背景之下 買金合情合理 奈何去都是不讓你升 這個金的用途呢 在一個有秩序的 金融秩序的環境之下 金是發不了爛的 但是如果金融秩序崩潰 它就會狂升 那你想不想見到呢 這個就 我們一會兒再說了 市況呢 基本上是這樣 就沒什麼 沒什麼意外 對本台來說 整個市場都沒什麼意外 沒什麼特別 計之中 好啦 那我們看一下有什麼故事 又是這個星期的故事 我們星期六或者前個節 輕鬆一點 有些花邊入手 是不是 看一下環境 那IMF呢 就讚香港經濟強勁復甦 是嗎 一月的時候說而已 哦 未曾包疫的時候 那金融體系穩定 都穩定 比農擺日之前當然是厲害 我們都沒事 是啊 就是當全世界都有疫情的時候 我們沒事 那當然是經濟強勁 但是擺日之後怎樣 不知道啊 是啊 但是這件事都離奇啊 我們的防疫措施 其實這九個月你們都是這樣做的 為什麼總是一月尾會爆疫的呢 一月的時候 這件事真的 這件事真的 只要是說風水 風水飛升 飛升飛得不好 但是 就算你說五王入中 五王都是中間 我們在南方 關我們鬼事 想來想去想去都想不成 為什麼會這樣 好了 Anyway 總之就是 我們先打氣一下 認同我們穩健 是不是 馬克 馬斯克就脫脂了 當年呢 他就假裝有人收購Tesla Tesla就來輸爆廠的時候 他說有中東王子要收購Tesla 在那裡吹水 用客出口術托股價 之後呢 美國就被證監告 就勒令他不可以說股價敏感資料 但是如果你記得 上年尾 他在Twitter說 大家投票 他股不股市好呢 擺明是說股價敏感資料 就違反了這個和解協議 你現在這個臭小子出口術 意思就是說 其實馬斯克經常出口術做事 叫他不要再說 美國證監的意思就是 他說 我現在不和解 我現在 我多餓 他在高位上脫了Tesla 其實你有跟上我們節目 上年也預言 他肯定是世紀靚價 脫身的 是不是 A軍 他做的那一刻 我們都這樣說了 不用再看下去了 我也沒有看Tesla 我也肯定是這樣 Pity Shure 是這樣的 市場到這樣之後 12月之後 是不是 那好了 他一有錢 有錢就任性了 真的 正監 這個人真是脆字 沒有一頂 這樣 好了 這樣呢 這件事很神奇 我們呢 我們中資機構 輸爆闖 聽說呢 這個什麼字 什麼金字 是誰呢 這個電梯價急升 這個背景 3月8日 說的是前日 是 當時的環境 這些東西都狂升 今天狂飆二八天 什麼東西都狂升 這些東西都升 我們有個清新控股 我也不知道什麼 可以通過建行交易 建行給不到孖展 建行給不到孖展 因為他的客人給不到孖展 接著還停止 A君說這件事怎麼看呢 這件事真是 背後有很多文章 話說這間公司本身 都是生產一些礦物的東西 所以其實 如果大家熟悉金融業的 producer 需要穩定價格 就是sell 簡單說一句 譬如我賣橙才算 我就要鎖住 Selling price是多少 對我的生產 才會穩定 譬如我生產有產出來的 我最怕有產跌 產價跌 我全家都是產的 我就要產價 但是去到哪個位 我就先在那裡銷售 所以 就變成了 假設 產價跌到成個產那樣 不要緊 我銷售了就賺回 它會避免自己的產價跌的損失 至於產價上升 不要所謂 我都打算價賣 所以 如果做一個producer 就會銷售 那一隻產品的 價格 Futures 價格 這間公司就非常經典 一般人來說 如果真的乖乖仔仔 去做對沖 例如國泰那些 要買油的 他是用家 那他就賣了 這些產家 那就是沖 但是 有很多人 不知道為什麼 天生 就喜歡炒東西 那你會找 既然我是銷售 我一向都銷售開的 我都很熟悉的 銷售 對 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就銷售大了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奇怪 其實很多國家企業 或者民企 都很流行 那些CEO 不知道為什麼 權力過大 通常這些就是 一人搞定公司 所以其他公司 都不夠他兇的 他說要沖多些 他又是學老行專 贏了這麼多年 有錢又大加分 那就是沖 他應該是贏了幾次 他沖贏了幾次 哎呀 總之上次就沖多些 三幾次連續都贏 他就沖大 應該都是這樣 好了 那這一家公司沖到幾多呢 原來這一家公司 每個月的產量都不少 三千噸 夠厲害 一年就三萬六千噸 夠厲害了吧 但他沖的合約是多少呢 二十萬噸 他就死了 所以你說對沖 你那些合約贏一下就會倒 其實過很多次了 那時候什麼航空 那艘民安飛機 我們那個鄉島的民安航空 買一隻油 類似IQ later 之前十幾年前 還有一家就是這個 中野泰富 中野泰富 是 中野泰富 是 澳洲紫 誰知道金融海蟹 一招收他 澳洲紫散散 一招收他 那一招收他 還有一宗 我記憶中就組過這個中信泰富 就是一家民企 就在新加坡那裡沽油 就被這個 姓高那個看著來吃 因為他直接 他直接找到姓高旗下的子公司 叫做J字頭那間 就做他金融企業 那間J字頭的公司 連他的貨幣也知道 所以簡單來說 他就知道他哪個位置 開啟了 不知道開啟了還是開啟了 知道他哪個位置做事 知道他哪個位置要指示 知道他去哪個位置不夠錢 是啊 所以你說這些人多傻 你要留意 這也是另一個中訂莫棄的例子 不是因為多人 你的倉太大 你的倉夠大 要是很多人做同一邊 要是幾個大的Player 做同一邊都會被人收割 這是第二款 你今個星期看到兩款 今個星期看到兩次的大邊被人收割 那你這個石油 每個人都拿石油 就被人收割一次 昨晚 這個雖然只有幾個Player 站一邊 就在沽空 但那幾個Player 都夠大倉 都一樣被人收割 這似乎投行很等錢 應該是錢 當然了 還有一樣東西 挺有趣 這次收割起來 有點後著留守 LME 是不是這裡說 詩君 下一邊就是 你先帶頭 我無緣無故停了市 因為不能交收 那些貓展 怕贏了沒有錢收 就輸爆闖 對方 輸得再多些 更加會違約 第一有這個機會 第二就講講這件事 詳細是怎樣 這支電梯 這家電梯 星期一 即是3月7日 就升了幾十個巴仙 然後升了七十幾個巴仙 之後 星期二 即是3月8日 再升多一百巴仙 前後升了二百多巴仙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升到10萬一噸 這樣才算 變成 令到剛才所講的 那間綠水 不知道青山還是綠水 總之 就扔了 沒錯 就扔了 輸足 就不知道幾多十億 那隻 好像是七十幾億 好像是 好了 但是 通常這樣的情況 西人就會很開心 當然 你跌一跤我當然會開心 對賭 當然 好像上 你贏了幾億 我贏了幾億 沒錯 好像早兩年 就試過 又加跌到負數 都是同一個事件 那次 都是大概兩年前 大家都記得 又加跌到負數 搞到中資 那些合約 就輸到七個一匹 這次就反過來 去上去 夾死你了 但是呢 這次竟然是這樣 LME 竟然說 這次的價格 很不尋常地上升 星期二 所有交易 我們就作廢了 因為 用回禮拜一的價格 做結算 哦 禮拜五 我們會回市 嘩 這麼多事情 都可以 這麼神奇 為什麼會刀下留人 李英 原來 因為這間 青山公司 跟另一間公司 是朋友 澳洲 搞到他 一副都是 好像 Glanco 我看到 這個新聞 大哥 兩個都空 大場空 青山和Glanco 都空 都下留人 斬自己 還有另一間公司 又是P字頭公司 又是不開名 總之呢 一牽涉到西人 喂大哥 你劏還劏啊 你劏我啊 不要劏我們 對啊 那劏自己人的 那就抱歉了 他都輸了獲金 大家睡了 自己人的 就輸 Go 去 所以分析什麼 這個人版 分析什麼 我問你們 就算你分析的是對 他那三天這樣夾爆你 你都是輸爆廠 那你想什麼呢 這些東西 就非常之無厘頭 所以就是 這個市場 是不是西人的市場 特別先進 是不是法治 特別健全 你自己想 當他在那裡 拿著遊戲在那裡玩 當然沒所謂 他贏你十條街 他當然有公道 又有風道 又穿得又漂亮 當他比你還窮 我不知道他會做什麼 他會做什麼 人性 哪有得這樣 一個人很有錢的時候 他的行為 就很不碰破產 飯都沒得吃 他是不是會不會一樣 你自己想 是不是 人性 那 那 昨天的事 今早4點 是昨天的事 昨天真的太嚴重了 首先 原本是 前一天 昨天的日子 都是在做204幾 205幾 是威是勢 又升了 那些金錢 很少可 就這麼 威嚇嘛 你也知道 走一步走兩步 這樣就要幾年了 又說通脹 都不動的 真可憐 怎料現在是威是勢 想成功了 果然又是陷阱 是威是勢 205年 一棍打到197幾 又是 197的196 不記得了 今早見 那些金錢 一招就穿2000元 又死幾層 那些 倫敦金死兩層 加了孖展也要 差不多一塊水 有很多人輸身家 倫敦金那些 師奶又領了 總之又是那句 散戶就是要理由 大戶就是要對手 是啊 太多人做 做同一邊都是死 不是太多人 總之同一邊太多倉 都是要死的了 不理幾個人做很大倉 或者很多人做 細倉做同一邊 都是要死的 道理就是這個 金融的道理 好了 那巴也是 同一個邏輯之前 那些人想著 銅又升 金又升 銀又升 什麼都升 那些人就掃手指 哪一邊夠好吃 哪一邊夠單邊 就載下去 載爆了巴 好了 但是這個 另一樣 小物價飆升 很嚴重 那真的影響到民生 那芝加哥的小物期貨 升了5.4% 好像說 今年 今年升了 六成 過去兩星期 升了六成 那些小物 那些麵包 很誇張得怎樣 現在的麵包店 開始只是專注做大包 那些大一個可以一家人吃 那些 是呀 因為都開始那些人 沒有那麼有水 變了 就是要飽 就不用要精緻 不用那麼多味 總之一個大包 全家人一起做早餐 那些人 沒有你那麼悲觀 我覺得不是沒有錢 我覺得是那些人去不到大 大什麼 落大快 那些 那些 那些人不敢去吃早餐 那些人在家裡吃 總之 那樣樣加起來 其實這個數字不止 這個數字 其實我看回這些數字 原來這一年來 2021年初到現在 2022年3月 它那個小物價格 其實已經升了一倍了 100% 超過100% 是呀 不過這兩個星期升得厲害 這兩個星期升得更厲害 是呀 這兩個星期升得更厲害 所以其實 現在它的糧食價格 一直在升的時候 應該會 給西日那邊 喜歡吃麵包 麥皮 那些 小麥麵 全部用小麥做的 你猜吃飯呢 那些麵包都很貴的 我記得十幾年前 買一顆那些 在歐洲 都買了10元 我心裡想 沒有菜 買一支抗泉水 又不知道 兩身的麵包 我心裡想 是啊 給了舊幾水 都沒有肉吃 我心裡想 怪不得這麼難生活下去 其他東西 怪不得這麼難 都吃光了 已經的東西 錢都吃光了 現在還要這樣 哎呀 真是沒眼看了 所以這個通脹 就真的很明顯了 通脹其實 如果各位預期通脹 是非常合邏輯的 但是你運用這個邏輯 去做炒賣 就是第二件事 那你就 這個世界真是難搞了 好啦 本來正常的市況 這件事肯定是大新聞 但是現在沒有人管 我今天看到 原來這件事 原來呢 政府的預算 原來美國政府的預算 已經快要到期了 應該說 不是快要用完 所以 現在又要再談 增加預算 就像你去年12月看那件事 應該是沒有多久之前 其實現在又要搞了 大洗啊 如果不是星期六就沒有錢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又要加國防開支 又要幫烏克蘭 那他的錢也有 但是你見 其實他 那些十年債息 在這麼混亂的情況之下 你說這些人是不是避險 但是那些十年債息 都是升的 沒有什麼人光顧這十年債券 始終都是 但是 他又說他山水 他水喉應該都 這個月山了 這個月最後三月 應該已經山了 已經開始沒有QE的了 應該就是靠街的人自己頂 所以就頂不住了 1.9多了 頂不住還要加息 那麼 加息就必然要做的 這樣又說加半來 那現在又說加四分一來 上個星期講到 我們一會兒再說這個 加息的博奕 好了 大摩的CEO就說 美國堅定加息 揭鵝侵烏後價格飆升 這個說得很好 跟我們上星期講的有點像 什麼意思呢 首先這個是高文 高文就不是高人 高文就在摩根士丹做的 高文就不是高文 高文在高文做高文 哈哈哈哈 好 記住 其實他現在說加五六次 現在說加四次 合情合理 我們已經說過了 其實 我聽到街外面有些大師都說 加息加很多揭通脹 你讀書就是這樣 譬如通脹7.5 你懂得加到百尼 經濟學就這樣說 但是百尼的息口 你真是真金白銀要給 你有沒有可以給 是第二件事 我們是不是前個星期講 不是上個了 前個星期講 所以加息的子彈是有限的 你不要說 鼻高加到百尼這麼爽 你是沒有錢給的 但是到那個時候聯邦政府 那怎麼辦 剛剛啊 那子彈就有限了 那我也講過了 上個星期 那打仗 那些 航運不暢 你制裁那些東西當然貴的 大哥 你現在去加半尼 譬如這樣 或者狂加息 你加完那些物價都升 那你是不是還加 那你哪有錢給的 你到之後真的 找數找息口 有錢給的 對不對 所以反過來 有限的子彈加息 反而就不能夠這個時候加這麼多 但是他告訴你 三月加 他就一定要加 但是是不是這麼凶狠的狂加呢 每次我現在又保留了 我猜起碼 打仗那裡明朗了 或者那些物流 或者其他的制裁 清晰了 那些物諾 那才再加 不是你只搞 加完那些物價繼續升 升完你是不是再加息呢 那你有沒有六七里 有沒有錢給呢 是不是 這件事是實際的考慮 這個情況呢 其實是有點像日本仔的 日本來 大家知道 他那個經濟停頓了二十年三十年 你留意到 日本他現在那個國債 其實應該超過300%GDP的了 是啊 對 但是他為什麼一個國家還營運到呢 幸好他的程度上 就是他的利息是極低 低到零 甚至有時候會負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就是因為國家說不起錢 不是的 很實際的 你不是說降通仗就狂加 你又要給錢 大帝 為什麼每個人都想少一步 你怎麼說有錢 你想想完之後就知道他厲害到極為給三里 我看他的後風 他最厲害給三里 你牙血都出了 但是你通罪有七里 其實基本上你用邏輯來講 他控制不了通脹 所以我們才有說 他必定要做事做壞的商品 他一定要這樣做 不是他沒有辦法控制到局面 明明整個邏輯 為什麼我們的推理是這樣 因為他根本不可能加息壓通脹 這件事根本不可行 是呀 補充現在的通脹 一月的數字是7.5% 是一月的 他就說 未知二月幾遲 幾多 未出可能他都不敢出下去 你還要整個二月的油升到這樣 大油升到100元 還有要補充一件事 有些人就拿回 我們現在會不會去70年代的模特兒 狂加息 答案跟司君所講 是絕對不會 為什麼 因為70年代初之前 老美是債權國 就是人家欠他錢 現在老美是債仔 負債國 是他欠人家錢 人家欠他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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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欠錢 有這麼低息 有這麼低息 如果控制到息口 可以付利息 可以付利息 情況就是 好像你想 你拿著一層樓的時候 那層樓 現在是在跌樹 然後銀行叫你 說 你要想加息 你當然是 死也不行 大哥 你說得是 當然沒有 什麼加息 減息 你有得說是 還不是這樣 沒錯 跟經濟有關 你不要讀這麼多書 沒有關係 你用腦子想想 很實際的 你怎麼做 做不到 所以他唯一的山路就是 雖然 這個星期 昨天 那些人 跌了 布蘭特跌了17 今天跌了差不多一塊水 是不是我說的 我們的判斷早了出現 我告訴你 不是 就是 理應加息 真的會再出現 商品的閃崩 原因是 為什麼昨天要跌呢 我們說了 我們說要解釋 因為 你看看那些人 升得太厲害了 大哥 升到一二幾了 一個星期不夠 升到一二幾 就算是 如果他昨天不跌 那是不是聯儲局加息 他要跌四十元 升到一四零 這樣的速度 幾天 一個星期升十元 那麼一期 那是不是有一三幾 去到一四零 聯儲局加息 是不是有意跌四十元 那不行 是不是分兩次跌 原理就是這樣 升得太厲害 我想說是升得太厲害 他要隨便 整散他 我們說到再說 要將他的位置 搞到一二幾 聯儲局加息 再跌十幾元 那就是一零幾 甚至九十幾 那他才搞得到 明白嗎 他不可以一加那幾天 跌四十元 那就是跳樓 其實老美都做了很多事情 你自己弄了 又自己弄了石油出來 又到處求別人 叫油總那裏去加產量 誰知個個不理他 最後有最近就是伊拉克那邊 終於加十七個百分之 但問題是伊拉克那個地方 他那班人的石油 其實基本上都被老美那班西方那些 熊熊熊熊 所以伊拉克是弄了一些事情 我們有報導 我們之後再詳細說 你忍我忍不忍 看見他這樣 我就要踩他兩腳 這個是邏輯來的 你不要說會加息加很多都不會 加不了 沒有錢給的 這個就繼續花邊一下 是太過這個 太過這個什麼 一氣可誠得仔 這個呢 外儲減78億美元兩年跌 這個就是外匯儲備 以成幾萬億計 差幾十元 都算是持平 我相信 是 難道找那些數 會不會已經提早給了些錢 是誰 好像是沒有人知道 不知道我打不通 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沒有說的 這個其實沒有人知道 他就是報了給你聽在哪裏 這個央行就說黃金儲備六千多萬 和上個月差不多 但是呢 今個星期有些花邊報導 有個江湖說 我們中央已經是全世界最多的持金國 有英國的學者說 是嗎 但是 因為有些人計算過中國金的出入口 和這個掘金礦的產量 中國生產金 好像不知道都是頭三位的 為什麼那些央行不上升 這裡我又要發一點點 記住 我們民族性的問題 我們中國人有錢 是不是周圍告訴別人的 有錢不用在我面前數的 叫你才不可以露眼 但是我們很久之前都說過了 鬼佬他有一千塊 就說自己一萬塊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看西人的童話故事 全部都是騙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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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到別人就是英雄的 你留意一下 如果你有小孩 你讀一下一些故事給他聽 你看看鬼佬的故事 比如穿虛的那隻貓 The cat in boots 公主也能騙回來 是不是這樣說 然後還有騙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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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 所以很不同 所以我們很久之前都說 他說那些F-35有多厲害 你打個折頭就可以了 他當然會誇張你打個狗折 這樣就差不多了 他還要F-35拿出去賣 5-20%就可以了 然後撞爛潛艇頭 那些鋼板其實是做數 所以你記得 有個不知什麼級的潛艇 在南海撞爆了頭 潛水艇 接著叫救命 因為這個是民族性 他們是一味靠衝的 你看看他們的故事 總之我講就是這樣 我們要讓別人 或者我們什麼餓身嘗膽 或者我們十年槍下苦毒 那些鬼佬有沒有這樣的故事 我告訴你一個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 要捱的捱完 然後捱得很辛苦 然後努力地修憾 然後就有明天 一個這樣的故事都沒有 你看看 但是西方沒有 只是那個阿拉丁 找到神燈就是發達了 找到神燈還要騙公主回來 你記得嗎? 他說自己是王子 不知道什麼鬼 神經病 就說富豪 其實全部都是燈出來了 大家看看 總之你看看 其實 所以是合邏輯 這個推論是符合民族性 我只是這樣說 這樣 好了 中國債券新興市場 因為這樣 傳統上美國加息 當然是錢回流美國 中國作為新興市場一部分 就是資金外流 就說了這些 但是呢 蜜珀斯這個新興市場之父 上個星期都說過 今天再說了 除了他就說 中國人民幣成為避險的工具 令俄烏戰爭令中國貿易投資受惠 因為俄羅斯沒有生意做 唯有跟中國做生意 很合邏輯 然後呢 他早前也說有大量資金入中國股市被封港 他最近堅持看法不變 那似乎呢 似乎呢 似乎在中國旁邊要搞事 台灣和南韓要搞事 看來那樣子都是要這樣 不是中國人就賺太多錢了 對於登神來說真是可憐 那野村都見到人民幣成為全球最強勢貨幣之一 那這個除了新興市場之父 說人民幣避風港 你連野村都這麼說 那這個趨勢似乎真是形成了 那你們自己看看 這件事應該有一點補充 為何這麼多消息回到內地 除了我們經常說 我們再穩定他 兼且有沒有燒到我們 或者應該不會燒到我們 還有一件事 就是很多內地的朋友 以前不是說要走資出去嗎 是啊 現在就說 蛤?我走資出去 原來被人制裁會這樣嗎? 這陣子中美關係不是很好 制裁我不是大領水 不如有少少回到鄉島 那些地方 所以鄉島還未衰得完 這是真的 因為 為何這麼嚴重呢 因為 俄羅斯的軍事行動之後 俄國的寡頭 受到制裁 有資產凍結 在外國 有 聽說有 有遊艇被人抹收 聽說 那也都是 有很多日 很多俄國的銀行 就不可以跟其他銀行做生意 那影響是很大的 那錢回不了回家鄉 是不是這樣說 那懷疑 阿成哥在英國 把資產打包都是這樣 嗯 不過 是啊 你也知道 如果這個 普通台灣 這個 中央市場又受到類似的制裁 他說 在中國的寡頭 都是受到制裁的 馬雲 馬法藤 那些自然 那如果阿成哥 你知道阿成哥受到制裁 那他就有 那些事情 但是另一個 另一個情況 還尷尬知道什麼 怎樣 如果阿成哥 如果阿馬雲 馬法藤 諸如此類 那些受到制裁 但只有阿成哥不受制裁 那怎麼辦 哦你是二五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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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去避免 但是我又想 他那千多億 擠到哪裏呢 瑞士都會凍結戶口 你看到 那擠到哪裏呢 你覺得 擠到哪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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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覺得只有鄉島 我都覺得只有鄉島 我想來想去 我想來想去都真的沒有地方 我還有一個地方打開 哪個地方 澳門的賭場 你換了些籌碼 你換了些籌碼 就可以了 幾億就可以了 幾億就可以了 一千億就不可以了 你的籌碼 對起上來比IFC高高 沒眼看了 太多錢也是很麻煩的 不過這個 你每個籌碼可以定做數 只要賭王說 你一個籌碼值幾億都可以 問題上是這樣 你的籌碼 多到買起人家的店 人家不可以發那麼多籌碼 我沒有那麼多reserve 不行 萬一你不小心中了一些 他就沒命了 問題是沒有那麼多reserve 發那麼多籌碼 好假的 那些啤都啤不切給你 就是這樣 跟著呢 習近平就跟法德領袖視像峰會 法德領袖為什麼不找拜登開會 這麼神奇 不要理那麼多 總之就找習近平集大大開會 其實這個貫徹立場 就是要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談出和平方案 所以我們上個星期都開始說了 這個形勢之下 就算彎彎真的作死 那麼 習大大以這樣的態度 都未必真的馬上會打他 這個我們分析過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你也知道 現在大好形勢正在做吸金 如果你萬一 去打人 就是重正燈神的下壞 一起制裁大陸 那麼 這個就不太好 反而你反過來 如果這個制裁俄羅斯 發現德國又算不上自己的數 我不用他的天然氣 那我怎麼辦呢 法國又算不上數 其他人又不太制裁了 或者制裁是沒有力的 反而 反而如果挖挖作死 就真的要打他了 所以這個是一條數是算的 算一下出一些絕招 看那些招住不住 好啦 暫時說到這裏 是啊 我又要老鳳問一下 有什麼心的 給大家 先看看 如果這一堆的心的 這一堆的心的 就是 市況都沒有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都是 會有閃崩的趨勢的商品 那是不是會長散呢 那現在這一刻就看不到 似乎這個局勢 但是如果我是 我是美國的精英最想 就是加息四肥一利 商品大跌 甚至乎打斷了商品上升價錢的預期 就最好了 應該可以 聯儲局這麼有威力 那就是最主要的情況 我就想見到這件事 就是這樣 商品一坐又要再坐 因為升得太過離譜 還有要補充一下 哎呀 就是司君找出來那個 美國政府其實是沒有銀用的 又說要再延長 又要再增加 那個預算 所以簡單點說 嚴重沒有銀 所以一定加不到這麼多息 那變成 加息萬個預期 沒錯 加息萬個預期 和商品快閃Party 是繼續 有沒有補充 沒有了 好了 那大家也有很多東西在袋 而且還扔幕機 所以有港利台 當然沒有窮人 拜拜 拜拜